受前几天持续暴雨引发的洪水影响 今天上午黑龙江省保清县 挠立河嘉信子镇境内的河堤发生了绝口 险情发生之后呢 当地组织人员赶赴绝口河堤处处置险情 我现在的位置呢 是保清县嘉信子镇的头盗村 那么在我的左手边就是挠立河 那么在今天上午大概九点半的时候 这个挠立河的河水把这段前门 我手指方向这段地坝已经冲毁了 我们看前面就是断壁 我们顺着这个方向往前走一走啊 因为现在武警官兵是用沙袋和打装的方式 在这个堤坝50米的地方 要建议起新的一个维艳 目的就是阻断这个洪水进步 往这个农田和村庄这个倒灌 这个堤坝现在是非常泥宁的 我们每走一步都是很费劲的 因为现在天空又下起了雨 这对咱们这个抢险和防洪来说 又是一个新的难题 我手指方向有一个堤坝 溃了大概是5米到8米之间 已经无法利用人工进行修复了 所以我们采取方式呢 是在堤坝后侧农田地方向 加注一道围燕 防止这个水回流到这个后方的农田 同时呢另一部分兵力约30名 往这个南侧负责一线机动 发现有一些小的管涌了 或者是这个漏滴了 或者是漫滴了 我们进行处置 我们的家观铁 内部的手法 呢 我们的家观铁 一 beim家观铁 突然说 这个家观铁